电学的基本尝试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介绍 电学的一些基本尝试 我们知道电学在整个物理学里面 它占的分量非常的重 因为整个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都跟电学有关 那电学的源起呢 要从带电粒子来讨论 因为当这个空间 只要存在有任何的带电体 它整个空间呢 基本上我们就视同它是一个电厂 比如说我们讲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日常生活有关的 像这个夏天的时候 经常会发生打雷的现象 那打雷现象的产生呢 跟电厂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就是说当这个整个空间的电厂呢 达到每公尺的电位差呢 达到300万伏特的时候 这个整个空气呢 就会变成导体 所以它会产生瞬间放电的现象 就是我们所谓的雷集 那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跟电呢 基本上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那所以我们要讨论电学的一些 基本观念呢 我们就要从带电粒子 开始来讨论 那我们组成我们的物质的特例呢 如果粗分的来讲 粒子来讲 就是所谓的原子 那原子的结构呢 大概分成两大类 一个就是组成原子的核心部分 我们称为原子核 那我们在这个原子核里面呢 有两种的粒子 一个是中子 另外一种是子子 那其中的子子呢 它本身是带有带电的一个带电的粒子 所以我们称为基本的电荷 那子子呢 它带的是正电 它的质量呢 是大约是1.67呢 乘上10的负27次方公斤 那原子核外围的呢 它有一种粒子 它叫做电子 那电子呢 它也带电 那这种粒子呢 它带的是负电 但它的质量很轻 它的质量只有9.1呢 乘上10的负31次方公斤 那中子的质量 跟子子的质量 是非常接近的 所以一般我们所谓的原子量呢 主要是以中子跟子子的数目呢 来做考量 虽然电子本身呢 也具有质量 但是呢 对整个原子的质量呢 不产生比较重要的作用 所以一般我们考量原子量呢 主要是以中子跟子子为它的考量 那电子它的带电量呢 是负的 因为它带的是负电 所以它的电量 我们用负的来表示 它的带电量是负的1.6呢 乘上10的负19次方库仑 那子子的带电量 因为它带的是正电 所以它的带电量呢 我们用正的来表示 它的带电量是1.6呢 乘上10的负19次方库仑 那我们接下去呢 来看这个带电体 它基本上有很多种 但是基本上在电学的讨论呢 我们是以点电荷为 基本上来讨论 所谓点电荷呢 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带电体 它可能是一个带电的一个金属球 那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称为它是点电荷呢 我们知道 比如说这个空间 假设它有一个带电的一个金属球 而且事实上体积还蛮庞大的 在某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把它视同它是一个点 因为在物理学的讨论呢 我们以点对点的关系呢 当作一个基准点来讨论 因为点对点的关系来讨论的话 在观念上会非常的清晰 虽然这个空间是有一个金属球存在 那整个空间事实上它也是一个电厂 那我们在这个空间中呢 我们取一个点 这个点呢 如果跟这个金属球之间的距离呢 远大于这个金属球的 所谓的空间 我们英文叫做dimension dimension比较不好翻 因为 我们取的这个点呢 跟它之间的距离 我们知道距离是一度空间 如果远大于这个带电体 这个金属球的半径的话 因为半径也是属于一度空间 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 带电体的这个空间 这个空间可能是指一度空间 那这个情况之下呢 这个金属球对那个点而言 它就视同它就是一个电荷 那它的带电量呢 我们的考量方式是这样 因为金属球它原本是不带电的 为什么称它为不带电呢 因为整个金属球里面的 直指数跟电子数呢 是相同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称为它是一个中性的原子 我们视同它是一个原子 因为它的电子数跟直指数 是相同的 这些原因呢 我们下面会介绍这个感应起电 因为某种原因 它可能有些电子呢 会产生转移的现象 那所谓转移就是 如果它转出去的话 假设这个金属球呢 有100个电子转出去的话 它的带电量呢 就会变成带正电 因为它的直指数 就比电子数呢 多出了100个 所以它的带电量 就会变成100 乘上1.6乘上10的 负19次方库仑 换句话说 它的带电量就会变成 1.6乘上10的 负17次方库仑 那反过来 因为某种原因呢 有100个电子 转移到这个金属球 进来了 所以它的电子数呢 就比直指数 多出了100个 所以它的带电量 就会变成 负的100乘上1.6 乘上10的 负19次方库仑 所以它的就变成带负电 所以它的带电量 就会变成 负的1.6乘上10的 负17次方库仑 好 我们接下去来看下一个例题 我们假设有一个带电体 那它的带电量呢 假设是负的1.6乘上10的 负9次方库仑 这代表它带的是负电 也就代表呢 它中间呢 有一些电子呢 转移进来了 那我们利用一些 基本的公式呢 可以了解到 到底有多少个电子呢 转移到它这边过来 那它的带电量呢 我们是Q 就会等于这个N N是转移进来的 这个电子数 那一个电子的带电量 我们叫做 负的1.6 乘上10的 负19次方库仑 所以这个N呢 就代表转移进来的 电子数目 就是用它的带电量 除上一个电子的 带电量 那这个Q呢 就是负的1.6 乘上10的负9次方库仑 那电子的带电量 那电子的带电量 是负的1.6 乘上10的 负19次方库仑 所以这样一换算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N的数目呢 是10的 10次方个 意思也就是 有这么多个电子呢 转移到它这边来了 那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 如何让一个物体呢 让它带电 我们刚刚呢 介绍了电荷的 一些基本观念 电荷就是有 基本电荷呢 跟点电荷这两种 那接下去呢 我们来讨论 如何让一个物体带电 就是如何来 制造一个带电体 那我们一般来说 让物体带电的方式呢 大致上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 大家比较熟悉的摩擦 摩擦可以让它带电 比如说你们在国中的 物理学里面 里面曾经提到过 比如说用那个 尸间呢 去摩擦玻璃棒 那玻璃棒一定带正电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的电子结构的关系 所以玻璃呢 绝对有一些电子呢 会转移到尸间上面去 那第二种 你比较常见到的例子 就是用毛皮呢 去摩擦塑胶棒 就会造成这个 塑胶棒呢带负电 那毛皮呢带正电 它中间就会产生 电子转移的一些现象 那第二种呢 是用感应的方式 也可以让它带电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case 我们现在假设有两个金属块 完全相同的靠在一起 跟地面是绝缘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一个带正电的一个 当然也是跟地面绝缘 的带电体呢 靠近这个金属棒 这两个金属块靠在一起 我们就会把它称为一个金属棒 那因为它带正电 所以A的电子呢 都会靠过来 包括B的电子 都会 移向这个 这个带正电的这个带电体 所以因为B的电子 已经转移到A这边来了 所以A就变成带负电 B呢 就变成带正电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它两个分开 再把那个 刚那个带正电的 那个带电体把它移走 就造成呢 A就会带负电 B就带正电 所以我们就制造了两个 带电体出来了 那有关这个电荷呢 以及电量 还有带电的方式呢 的观念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